陪同總統賴清德 接見各國貴賓夫人吳梅如 一襲黑色極心洋裝 套上斷面亮粉色外套 整個人的氣色襯得好粉嫩 搭上白色平底鞋 端裝典雅 看得出來 我們的第一夫人 鍾愛粉色系 賴總統吳二嶺就職日 當天她同樣選了件 銅色系淘粉色外套 跟站在旁邊的 蕭美琴副總統行程 強烈對比 蕭美琴俐落節約的 全黑套裝帥氣概念 國慶穿全黑太嚴肅 胸前還特別綁了鮮豔的 幾何絲巾 和國旗的紅藍白三色胡印 胸前的銀白色胸針 仔細看 其實是路邊常見的 野草大花咸豐草 象徵台灣人的熱情 首次與女主人的身分 參與國慶接見任務 美如表現得大方穩重 在迎接完各國貴賓後 緊牽著賴清德的手步上 管理台 總統演說環節 她全程挺直腰桿 專注聆聽演說內容 不時送上掌聲 結束後看到總統轉身 吳美如送上微笑 給予肯定 位置就坐在院長韓國瑜的旁邊 但兩人沒什麼互動 只有稍稍點頭致意 嫌少在公共場合露臉低調到不行的第一夫人 只有在重大慶典才難得和賴總統合體 吳美如的服裝裝容一舉動都是話題 請示範一下